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3DDN的DIY小物 運用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那首先一定是我們生活當中有遇到一些困難 我們想要改善它 那就是今天來分享的東西 就是一個車用的人引架改造 那一般我們在汽車裡面 它都會附人引架 那像有的車子呢 它的人引架的孔呢是比較小的 那可能沒有辦法符合一些比較大一點的飲料 那像這樣子 可能是寶特瓶是可以放進去的 但是比寶特瓶再大一點罐子的寶特瓶 或是方形的這種利樂包的話 就放不進去 那這方面呢是蠻困擾的 那所以呢就是因為遇到了這樣的問題 我們才來想說我們來自行來改造它 那對於說你有學過3D列印3D繪圖的人呢 你可能會需要運用一下這樣的方式來導入 那如果你呢還不太了解的可以參考這四個影片 那這裡呢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有興趣的人呢 影片底下都會放連結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要怎麼做呢 等一下帶大家來解析囉 那首先呢我們這次的改造呢是以不改變現有的狀態 我們是以加裝的方式呢來改造它的 那一開始呢我們需要知道說我們改造的環境的空間有多大 那我們就必須要量測說我們原有的人影架的孔呢 它的寬度剩多少 以及它的段差的高度有多少 孔的深度孔的大小有多少 那因為一般的孔呢它不是一個集合形狀 不然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去量測出來 它可能是一個不規則的孔 或是說它是有追度的 那這邊呢在量測上會有一點困難 那我建議呢 我這邊是拿寶特瓶呢 大約的是量出它的深度 以及以寶特瓶的外型呢來做參考 來去做後續的動作 那就以這種方式來去量測它 量測完尺寸之後呢 那我們就要來做一個草圖的構想 那這邊呢我就是以 沙蒂沃斯來做3D的建模 那當然在建模之前呢 已經是設想到過程中是怎麼去組裝啊 或是要做什麼樣的功能 那這裡呢我在這個改造的部分呢 我讓它有兩個規格 可以放利樂包方形的那一種 以及比較大型的寶特瓶 這兩種規格呢是一般是比較大一點的飲料 那基本上呢比它小的我們都放得進去 所以我就會以這兩個來做參考 來放置它 那這裡呢因為它的物件屬於偏大型的 那偏大型的話在3D列印的時候呢 時間呢會比較久 而且有時候如果失敗的話 我們所耗費的時間成本會比較多 所以在這部分呢我做了一些拆件 拆件的用意呢是很多的 為了要節省時間 以及測試用 以及說我們後續組裝的方便性 等等的這些問題呢我把它做拆件 那這邊可能大家要去思考一下 如果你有想要自行改造的話 你要做成什麼樣的形式 那這邊呢其實都是用很簡單很入門的指令呢 就可以把它做出來了 那有興趣的你可以去參考Sally Wars入門篇 這邊都會講解 其實這邊是 蠻入門蠻輕鬆可以把它建立出來的 那差別在於說你是需要什麼功能 以及你要設計成什麼樣子 那這邊可能需要花一點時間了 好的 那這邊呢我大概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這裡呢我拆成兩件事 因為這個地方呢 車上是有一個斷叉的 那我這邊呢也根據這個斷叉呢 來做一個方便性 那這裡呢我就沒有把它做成是 是連在一起的 是分離式的 那這邊呢就運用了 車床的揪圍槽的方式 來把它組裝起來 好那這邊就要看 我們3D列印之後呢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還要有裝備的公差等等的問題 那當然這邊一定有預留一點公差了 我們在做設計的像這種 裝備式的呢一定要預留公差 你不能兩個都是畫一樣的尺寸 如果你兩個畫一樣的尺寸 我們3D列印出來呢會裝不進去 因為它這邊呢可能會有縮水的問題 這邊要記得一下 那至於說我們的公差要抓多少呢 這邊就蠻不一定的 因為每個人3D列印機不一樣 而且環境溫度也不一樣 這邊就留給大家去嘗試 關於這裡呢我是使用拆件室 那這邊呢最重點呢就是要跟孔座結合 那這裡呢我已經改了第三次了 那等一下後面在實際裝備的時候 我會來跟大家來解釋 那這個部分呢我讓它隱藏一下 這裡呢是使用螺絲呢 跟底部這裡做結合 那這裡有塞螺帽 所以鎖起來之後呢 這兩個是連在一起的 是蠻方便的 那因為這邊呢考量到說人影的話 它會有水 那有可能螺絲會生鏽 那我這邊呢會建議使用不鏽鋼的 那如果你不要用不鏽鋼也沒有關係 就是讓它生鏽 或者是說生鏽的再來換也OK的 或是像我這種方式 因為要美觀性 因為有洞嘛 我就在做一個平板 那平板來當做底部的墊子 把它蓋起來 這樣也可以 這樣一方面呢 比較美觀 一方面也是防止說水分 比較不容易去碰到螺絲 比較不會生鏽 那這邊呢一樣 在組裝的時候 你一定要預留公差 不然你會裝不進去 那我這邊呢 是預留0.25 那這樣子給大家做參考 那這裡呢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個 組合鍵的模擬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它是怎麼樣的形式 那這邊呢 我就使用了組合鍵的爆炸圖 來把它模擬出來 那一般呢 這兩個 置物架比較不會有問題 通常比較會有問題的是 黃色這部分 因為黃色的這裡呢 是要跟車上原本的 人影架做結合的 那因為我沒有辦法確定說 我能夠一次就完成它 我們最終還是要把它3D列印出來 用實體去裝配才會清楚 因為我們在量測的尺寸的時候呢 是比較粗略的 因為也不太好量測 那就是 拆件就是用這種方式 但是我可以節省一些時間成本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去做3D列印喔 那這裡3D列印呢 我是使用PLA 那至於為什麼不用ABS呢 我會留在總結來說明 以及說 那車內我們用PLA 到底可不可以呢 一樣我都留在總結來做說明 那這裡我會建議說 你的壁後 厚一點 我這邊的壁後是設定1.2 那填充密度是20% 你可以更高 那越高的話 那它難是 它結構是越強壯 那相對時間會更 更久的 所以 就依照我們 希望它列印的時間 以及說它的強度 來做搭配 好 那 就直接去列印 那其實它列印的過程呢 是 蠻輕鬆的 因為它都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集合圖形 所以在列印的過程 不會太困難 而且有大平面 列印的 成功率都蠻高的 好 那就是直接 來去把它 列印出來了 列印完之後呢 我們 首先呢 需要去做一個確認 那這裡呢 我是總共 失敗了兩次 第三次才成功的 那第一次 列印的時候發現說 我這邊的 四個角的 圓角呢 太小了 所以導致說放不進去 那所以第二次呢 我就讓它 變成是 倒角 消掉一個角 那我 量測一下發現 應該是可以的 那我實際去 裝配的時候發現 我只能進去一點點而已 因為我發現它一個 人影架呢 它是 上寬下窄 所以等於是 上面 放下去一點點之後 到下面就卡住了 所以沒辦法用 所以第三次呢 我再把這個角 再變大一點 然後呢 我讓它的深度呢 短一點 那最後呢 就成功了 那就是用這種方式呢 來做確認 組裝的過程呢 是很輕鬆的 只需要 準備 沉窩螺絲 以及六角螺帽 就可以把它組裝起來了 那首先呢 就是一個 上跟下的結合 結合完之後呢 那剛剛 我們測試過 發現說 這一個 我第三次嘗試這個呢 是比較鬆一點的 那鬆的話好處理 我們不要 太大 太大放不進去 根本沒有辦法用 鬆的話 我的做法呢 是在旁邊呢 再貼一層泡棉 要貼幾層呢 我們就實際裝配來 嘗試就好 貼了泡棉下去之後呢 一來它防震 二來它是填補空隙 它就比較不會去 搖晃震動的問題了 那後面這個 人影架呢 我是使用揪圍槽 那我是讓它做活動式的 那在於說 這裡呢 是因為我們 車內的斷叉呢 我們量測起來 也是比較 粗糙一點 可能沒有辦法那麼精準 那這裡呢 就是讓它有一個活動 活動呢 就是 我不一定局限說 什麼樣的尺寸 裝起來才是平整的 我讓它可以活動呢 就是 實際裝配的時候 再去做調整 這樣子呢 就是會比較方便一點 實際使用起來呢 看起來是蠻不錯的 原本 放不下的 方形地熱包 以及大型的寶特瓶呢 都可以放上去的 那後面的支舞架 發現說 其實還有空間的 所以呢 如果未來我覺得 我不夠用了 我可以再做 設計再加裝上去 其實都蠻方便的 好 那這個揪尾槽呢 看起來 是超棒的 因為 它原本在練印的時候 會有拉絲的問題 那這個拉絲的缺點 反而變成我組裝的優點了 好 因為它這裡呢 攻殺是不好抓的 所以呢 我就不把 它這些拉絲的 絲線呢 給它 修掉 我讓它保留 等於是填補我原本的空隙 因為我原本的空隙呢 留的是蠻大的 它組起來呢 感覺是不錯的 它實際運用起來呢 真的是蠻實用的 那 這邊呢 如果你需要檔案的 我也會提供 給你下載 好 那這邊有興趣的 可以去嘗試一下 最後來總結一下 綜合問題 那大家可能比較擔心的是說 它的材料是屬於PLA 那在 車內的高溫這樣子 它會不會有影響呢 那這裡呢 我就以一個實際的測試呢 跟大家來說說明 好 那同樣是PLA的材質呢 我有做過冷氣架的一個裝置 好 那因為冷氣架是鬆掉了 那我做一個小的 夾片呢 去使用它 那使用下來呢 大概已經一年多了 它是沒有損壞的情形的 好 所以由這個物件呢 實際的測試來看的話 我認為 冷飲架也不會有問題的 好 因為它這個地方呢 是更不容易曬到太陽的 那一樣都在高溫車內 那 我想呢 是沒有問題的 好 畢竟它的壁厚呢 是比那個夾片還要更大的 那 這個呢 是不建議放熱銀的 好 因為 熱的話是 PLA是受不了的 大概60度以上 它就會有軟化的情形的 那 有人可能會想說 那怎麼不去印 ABS呢 好 其實你要印ABS是沒有問題的 可能就不會有這些問題 好 但是ABS我們在練印的過程呢 會產生有毒物質 好 所以以健康來說呢 PLA還是比較適合大家的 如果你也想要自行設計一個比較舒適的置物架的話 那這裡我會給你幾個建議 那首先呢 螺絲呢 我會建議是用真實的螺絲 不要去用列印的螺絲 因為這邊 比較會有一些硬力的問題 好 有可能螺絲會斷裂 所以還是建議用鐵螺絲 或是不鏽鋼的 那 在列印的時候呢 填充密度也建議高一點 那如果你是要列印置物架的話 我會建議你置物架這裡 內部的高度呢 盡量高一點 好 不要太薄 因為我們車呢 在行走的時候 有可能 我們飲料會倒下來 所以它的高度呢 還是有一定的距離 它才不會倒下來 好 以及如果我們有 比較細長型的呢 建議做一些加熱的邊條 好 去補強它的結構 這樣子呢 它才不會 在使用的時候會斷裂 好 一般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設計完的 物質物架呢 是可以一直使用下去的 所以這幾個強度啊 或是使用的便利性 需要去考量清楚的 好 那這裡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拜拜 我們去做足夠了 按照 說 再次避免 每次開箱 發作 我們在網站 和